上回书说到刘秀有打三江 请了三十万救兵 救兵虽然有了 但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元帅 来指挥这三十万人马 昆阳城这一战 正如三江大帅李淑叶所讲 许胜不许败 刘秀急坏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傅春山的尹氏高贤 阎光严子凌来了 这个严子凌呢 又是刘秀刘文书的老师 严子凌从小就成了名了 他好学不倦 饱懒多读 博古通金 而且不贪图功名富贵 因为生在乱世 所以隐居在傅春山 自从往往几十万大兵 把昆阳城围困之后 严子凌知道了 因为元帅邓宇是严子凌的学生 邓宇有多大本事 严子凌是知道的 邓宇擅守 所以说严子凌放心 有邓宇守这座昆阳城 王莽的兵将打昆阳 是不容易办到的 可是邓宇要灭王莽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阎光严子凌 就学西汉的张良张子房 要给刘秀刘文书 访一位星流灭王 百战百胜的元帅 灭了王莽呢 才能恢复汉史的江山设计 就这样严子凌不辞千辛万苦 仿着了一位百战百胜的元帅 也就是马远马振远 这个马远呢 市居陕西扶峰茂岭 马远呢 他是周朝赵国大将 马扶军赵舍的后人 因为赵舍官拜马扶军 后来呢 他们后人辈辈就姓了马了 因为他们家在周朝的时候 就做过大官 所以说马远也是世代赞英 将门之后 马远的祖上有一个人叫马通 在汉朝立下不少的战功 受决崇和侯 马远的曾祖父叫马和罗 在汉武帝驾前为官 因为奸臣江冲 谋害太子没有成功 可是马和罗就被牵连在内了 所以汉武帝就把他霸绝为民 从这时候开始呢 马家就务农为生了 到了马远出世之后 父亲母亲又死得早 剩下马远一个人孤苦伶仃 马远呢 就在本地县衙门当差 后来呢 牙中派他去送这冲军的犯人 让他押解犯人 他看不惯犯人受的苦 好言相劝 让这些犯人改邪归正 这些犯人全答应了 他就把犯人都放了 这个马远马震远 可就不敢回衙门了 一个人就逃进了深山 有一天 他走到一座高山之下 看见山林茂盛 渺无人烟 上山的小道弯弯曲曲 杂草横生 怪石参差 马远就顺着山路小道 往上走 走了五六里 他觉得累得横了 就爬到一块大石上休息 坐在石头上 马远举目一望 天上的白云变幻 旷野乌鸦 天藏藏野茫茫 马远心中十分凄凉 就在这时候 忽然间隐隐约约 听见有狼嚎唬唬之声 马远想起自己 孤身一人飘零在外 眼泪夺狂而出 就在这时候 忽然间顺着风 传来一阵笛笛声 马远觉得很奇怪 这么一大片荒山之中 哪来的笛音呢 他站起身形 顺着笛声慢慢的寻找 离这近了 这笛声也越来越清晰了 笛声忽高忽低 吹出来悲凉凄惨 等走到近前一看 有几十只羊正在地上啃草呢 有一个牧羊人口横短笛 正在吹笛呢 马远站着一瞧 这个牧羊人身高在九尺开外 人样真不错 面如紫玉 眉清目浪 鼻至口方 三柳黑胡须 精神饱满 马远信说 我漂流在外 还不如这个牧羊人 马远就过去 给这牧羊人实礼 两个人一通姓名 原来啊 这个人跟马家是世交 牧羊人姓人名忠 他的祖上跟崇和好马通 是一殿成臣 曾经拜过一盟把兄弟 马远一问 才知道人忠 不愿意在尘世上争名夺利 独自一个人在山中隐居 以牧羊为圣 马远正无处投奔 就留在山上 跟仁忠住在一块 仁忠比马远长十几岁 所以马远呢 就管仁忠叫兄长 仁忠的小小三间草房 哥俩就住在这三间草房里 白天呢 是一块放羊 到了晚上 仁忠练武 马远一看 仁忠武艺高强 就请仁忠兄长 传授自己的武艺 仁忠就答应了 仁忠不但教马远习武 而且教他读兵书战策 光阴四箭 日月穿梭 两个人在一块 不知不觉的就三年多了 马远练习武艺十分刻苦 东练三角 下练三伏 马步剑法 十八班兵人学得渐渐精通 尤其是枪法 练得特别惊奇 不但如此 太公兵书 孙武子十三篇 这些兵书 全都读得很熟 书中的奥妙 马远也都揣摩透了 仁忠发现了 马远聪明 天天用功 不绝又是两年的时间 马远练习的 攻杀战手 斗影埋伏 文战武战 马战步战 车战水战 样样皆通 而且能够败忠取胜 死里逃生 百战百胜 仁忠喜欢马远之财 马远敢仁忠之恩 两个人相处得十分和睦 马远就下定决心了 要陪着仁忠 在山上了却余生 仁忠跟马远的想法不一样 仁忠就劝马远 说你呀 应该下山 在乱世中 保一位英明之主 治国安邦才对 现在朝中奸臣当道 长久下去 天下一定大乱 兄弟 你可比哥哥我强多了 有这么好的才感 绝不能埋没山中 微兄 明天就送你下山 将来你有了出头之日 微兄听到了 也就算心安了 马远十分感激 仁忠之恩 不忍相离 仁忠是苦苦相权 马远只好答应 仁忠忠就送给马远一身盔甲 一匹千里马 一条素鹰枪 一对流星锤 几十两文银 马远哭败余地 感谢兄长的大恩大德 就给哥哥磕了三个头 两个人一夜没睡 一直谈到天光大亮 然后仁忠 备好了酒饭 给马远践行 就把马远送下山去了 两个人撒泪而别 马远告辞哥哥 上马顺着大道就走了 马远一直走到黄昏了 连个过路的人都没看见 就甭说村庄跟镇点 马远没办法 只好催马往前走 又走了几十里 还没看见一个村子 天依然黑了 马远肚内饥渴 十分劳法 这匹马饿得稀哩哩哧叫唤 马都站不住了 马远只好甩灯离肝下了马 拉着马往前走 走着走着 马远听见声音了 就在东北方向 有犬吠之声 借着星斗月色光滑 马远顺声一看 看得很清楚 房屋高大 古墓参天 挺大的一所庄院 马远到了庄院前 上台间轻轻扣打门环 时间不大 门质压压分开了 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家人 啊 贵客 请问您找谁呀 老哥哥 我并不是找人 我是走迷了路 物质贵庄 想在你家借宿一夜 望求方便方便 这个老家人很客气 啊 好 可以可以 然后他冲着门里 喊了一声 又走出了两个年轻的家人 就把马远的马屁接过去 拉到院中去刷印 未溜 老家人就把马远 让进了书房 落座之后 马远就问 请问 贵庄何名 属何地所管 哎呀 贵客呀 我们这儿是拢幼 这个村子叫寇家村 我们这个村庄 没有二户 只有我家主人 独居在此 说到这儿 这老家人又问马远 啊 贵客 请问你用过饭没有啊 大丈夫是疼痛难忍 饥饿难哀呀 马远只好实话实说吧 哎呀 我一天都没用过一顿饭呢 好吧 贵客 请你捎带 我叫他们给你准备酒饭 说完了 老管家就出去了 工会儿不大 老管家回来了 可人哪 饭菜马上就得 马远很感激 啊 给你们添麻烦 我是瘀心不安 哎呀 不用客气 出门在外 谁能没有难处啊 请问贵客 贵姓高明啊 在下 姓马明远 自振远 两个人说着话呢 家人就把酒饭端进来了 马远 吃了个酒足饭饱 就跟老家人说 请问 贵主人是不是已然安歇睡觉了 啊 不错 我家主人已然睡觉了 马远又喝了点茶 人家伺候他躺下睡去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出了太阳 马远起来就问这老家人 啊 我来打搅心中不安 能不能把贵主人请出来 见上一见 我当面答谢 哎呀 贵客 我家主人不能出来会见宾客 请问 为什么不能出来会客呢 贵客呀 您是不知道啊 我家主人已然故去了 家中只有我们主母跟少主人 少主人才七岁 主母呢 是男女有别 不能见生人 少主人尚在年幼 也不便出来应酬 哦 马远点了点头 那好 就请您把少主人请出来 能不能通病一声 哎 这好办 这好办 我立刻就把他请来 老家人去了 时间不大 就把这位小主人带出来了 马远一看这个公子 长得面白粉嫩 天庭饱满 地格方圆 小公子见了马远 深深地攻手做了一衣 拜见贵客 啊 公子啊 你读过书吗 回贵客的话 我已然念了半年了 那么 你练过舞没有啊 贵客要问呢 我娘啊 叫他们给我请一位教师 可是还没讲着呢 哦 那么公子请问你愿意不愿意练舞 我喜欢练舞啊 好吧 你既然喜欢武艺 我可以教给你 好啊 那我现在就跟你学习武艺 这也是马远跟这位公子有缘 马远跟他们主仆说话很投机 就住在寇家庄 教这位公子练起把式来了 这位公子姓寇明勋自子欲 天赋的聪明 读书是过目不忘心领神会 马远教他练舞 他早起晚睡练把式 很能吃苦 而且很用心 马远瞧他有出息 就住这不早了 寇勋一直练到16岁 可以说诗词歌赋无一不通 练舞艺呢 是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器 渐渐都拿得起来 马远是因为王莽弑军篡位 不愿意保奸贼王莽 就静等时机了 这样他住在寇家庄 就专心教授寇勋练习武艺 读对兵书战策 马远没有别的想法了 这样一直到寇勋22岁 马远就跟寇勋的母亲说 寇勋的才干 可以辅佐君王开机创业了 将来有了机会 您的儿子一定会成名于天下 寇勋的母亲非常感激马远 对待马远如同上宾 就这样 马远在寇勋的家中待了15年 马远已然年过花家了 这一天 马远跟寇勋正在庄前练习跑马射箭 忽然间隐世高闲颜光颜子灵来了 马远不认识颜光 颜光也不认识马远 可是马远一看这两个练习跑马射箭的人 相貌不俗 剑法特别好 有心劝这两个人福宝千岁流秀 颜子灵干嘛去了 颜子灵正要去找志军张 请他到汉营帮忙 正好走在此地 等颜光跟马远寇勋一说话 马远就听出来 这位老道 谈吐文雅 不是平庸之辈 一问姓名 才知道是隐世高闲颜光颜子灵 马远是久闻齐名 这样就把颜光让到了寇家庄 分宾主落座之后 一边吃茶 一边聊天 马远就跟颜光打听中原的事 颜子灵就知道马远是个有心之人 把汉太子刘秀 兴师讨贼 跟王莽兵将苦仗昆阳的事情 就告诉了马远跟寇勋 而且跟他们两个人说 刘秀是汉高祖九世玄孙 孝平皇帝之后 不但是大汉宗亲 而且亲贤任能 是个开机创业之主 就劝马远跟寇勋到昆阳 去投奔汉营 马远这个人胸怀大志 富有良谋 有鬼神不测之机 安邦定国之志 虽然说马远就有投奔民主之心 但是马远也不能随随便便 看一个人就罢了 必须是一位英明之主 现在刘秀兴师讨贼 恢复汉室天下 马远信说我不是为了公民富贵 我可以保刘秀 上位国家除奸下位人民除害 但是那么刘秀可保不可保呢 马远跟寇勋就跟阎光 严子灵彻夜相谈 从阎光的口里 马远就对刘秀有所了解了 而且阎光是刘秀的老师 阎光从马远的嘴里 也听出来马远考虚 到底有多大本事 我把他举荐给刘秀面前 他们两个人能够多大的才能 马远也知道阎光严子灵 绝不会错保刘秀 那阎光不是糊涂人 这样阎光跟马远考虚心气相通了 就能够轻弹肺腑之言了 马远毫不隐晦 把自己才能告诉了阎光 阎光听出来了 这两个人有管中悦异之能 遇见这样的高人 阎光可不能放过去 二位先使 如果你们愿意福保千岁 我陪着你们到昆阳面前太子 当面保健 马远很高兴 这样就让寇勋到内宅 跟母亲商议 寇勋的母亲就告诉寇勋 你呀 是大汉的子民 受了国家水土之恩 理应当为国家出力报效 先公后私 先进校后进中 你只管前去 勿以老身为念 寇勋一听 母亲让去 当然很高兴 把颜子灵留在家中住了几天 家中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 家人也把寇勋的马匹行囊 准备齐了 寇勋拜 此了母亲 就跟着马圆 阎光 离了拢又 勾奔昆阳 一路之上 无非是小型夜宿 鸡餐可饮 非之一日 这天到了昆阳附近 一打听 才知道 三江发了三十万救兵 这样 他们三个人 就直接奔着 救兵大营来了 到了营门前 跟营门小孝一问 才知道这只人马 是汉太子殿下刘秀 跟四位先锋官 摇旗马五 陈鹏洞帽 游打三江庆来的 严子灵让小孝望里回禀 你就告诉千岁 就说南阳赴春山的 阎光严子灵 求见太子殿下 小孝望里通禀 刘秀正着急呢 营寨安了十天了 昆阳城中 不知怎么样了 叛叫兵如叫火 现在叫兵来了 没有指挥兵将的 百战百胜的元帅 这时候老师 严子灵来了 刘秀立刻 跟三江大帅 李淑叶 带着摇马 沉斗四千锋 中瞻将 出营门 来迎接老闲士 刘秀一出营 尹氏高险 严光严子灵 跟马员寇勋 甩登 黎安下了马 刘秀军臣也立刻下马 严子灵 抢行几步 要给刘秀 跪以倒十里 刘秀用手就拦住了 马员跟寇勋 在旁边一看 千岁刘秀 相貌不俗 真是个帝王之下 再看将帅们 一个个精神百倍 气度悬崩 可以说是开国之君 开国之臣 两个人对视一眼 暗暗称奇 马员 马员跟寇勋 给刘秀磕头十里 然后又给大帅行了礼 刘秀跟李淑叶 才望里相让 有人接过刘秀跟众人的马匹 大家一同入营 穿原门 来到中军宝藏 当然 三江大帅李淑叶 是帅不离位 严子灵是刻为一尊 马员跟寇勋 就在严子灵背后一站 刘秀呢 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 摇起马武 陈旁杜茂四千锋 跟将士儿郎 分力左右 是垂手势力 有人献上茶来 茶坝歌战 刘秀这才对 隐时高潜 严光严子灵说 先师啊 前者您给姑 举荐的元帅邓宇 自从执掌兵权以来 得了南阳 胡阳 济阳 影阳 昆阳 总算不负先师所见 如今 先师从何处致此 严子灵点了点头 前帅呀 邓宇之才 用兵擅守 要是说 破网网百万雄兵 恢复汉室天下 他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刘秀心说 我正为这件事 着急呢 到底马源 能不能指挥兵将 解昆阳之围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